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我们LBS应用开发学习课程当中 在开始之前,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来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开发的地图SDK有谷歌、百度和高德 那么这三个地图SDK在关于地图定位功能 它们的一般操作步骤是什么样子的呢 大家一起来跟我总结一下 OK,第一步是申请API Key 对吧 我们在使用每一种地图SDK之前 我们都会去申请它的API Key 接下来呢,是导入相关的SDK 那么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开发基础地图之前呢 我们要导入的是地图的SDK 那么我们要实现定位 我们相应的要导入定位的SDK OK,那么也就是实现定位功能 我们要导入两个不同的SDK 第三步呢,就是使用地图之前要初始化 初始化什么呢 我们地图要在我们的手机界面上面显示出来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有关地图的一个布局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初始化地图空间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布局文件当中 加入地图这个空间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初始化地图参数 第五个呢 这个可能根据不同的地图SDK 有差别 那么我们一般的都是要初始化地图监听器 那么有了这个监听器之后 在我们的代码当中 才能有一个回调方法来做出响应 根据不同SDK需要 OK,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当我们初始化了地图空间 以及设置好了它的参数监听器之后 我们要开始实现一个定位功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必须有一行代码 叫做启动定位 对,必须手动来启动 那么第七点呢 在我们启动定位之后 通过地图SDK 它有一个回调 对我们通过网络或者GPS请求 有一个返回 那么这个返回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处理 那么也就是定位回调处理方法 OK 那么在我们实现了定位之后呢 一旦我们要离开这个界面 或者呢 我们要关闭地图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记住一点 释放地图资源 OK 以上这八点呢 构成了一个定位操作步骤 那么今天依照这八个步骤呢 来和大家一起对搜搜地图的定位功能 进行一步一步的实现 OK 那么第一步呢 就是申请API Key 我们这个地方就已经实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导入相关的SDK 关于地图的SDK 我们已经导入进来了 在上一节课已经完成了这个步骤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将定位的SDK导入进来 首先呢 我们还是得进入到 搜搜地图的官网 在地址栏当中输入LBS OK QQ 点空 OK OK 我们在它的官网的首页当中呢 我们找到安卓定位SDK 进入之后 将它的开发power势力一起下载下来 OK 我们打开已经下载好的开发包 好 我们看到这个 将它解压缩 OK 我们进到里面 SDK 大家看到这两个一个炸包 另外一个还是SO文件 OK 我们将这两个文件一起copy 放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好 这时候已经集成了进来 OK 我们回到我们的Eclipse当中进行刷新 接下来添加引用 对炸包的引用 OK 好 将定位的包 添加进来 OK OK 我们看回到我们刚才总结的 那么我们第二步已经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初始化地图空间 那么在初始化地图空间之前呢 当然我们还要例行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权限 那么这里的权限呢 还有所现状 那没有关系我们在那官网的实力当中 我们将它所需要的所有的权限一起加入进来 那么这个地方 我找到之前的 我们已经找到的 在实力代码当中找到的所有权限 一起将它添加进来 OK 权限已经添加完了 那么 接下来我们下一个步骤 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初始化地图空间 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已经将地图添加了进来 那么这时候 初始化地图空间的工作已经做了一半 还有另外一半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别忘了 我们用实现地图定位功能 我们还需要初始化它的 初始化它的 定位核心类 在oncreate方法当中进行初始化 获得它的实力 获得一个定位实力之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呢 是可有可无的 为什么说可有可无呢 用这个地方是要设置地图的一个参考坐标系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我们设置的是 wgs84 wgs84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的自然坐标 ok我们这个地方选择gcj02 其实在搜索地图里面 它默认的已经就是gcj02 火星坐标 那么这个地方设置这个gcj02 其实也是可有可无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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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时候已经初始化了地图空间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做的就是初始化地图参数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简单的设置两个参数 这个 ok 第一个就是开启一个缩放空间 那么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设置 第二个是初始化缩放级别 ok 那么为了能看清楚地图上面的街道 还有一些地标 那么这个地方设置它的缩放级别为9级 通过gap control 这时候我已经初始化好了 参数 接下来呢 初始化地图鉴定器 这个地图鉴定器呢 哦对我们这个地方需要实现一个地图鉴定器 基成这个鉴定器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实现了这个鉴定器里面它有一个默认的方法 那么这个默认的方法很显然就是我们这个地图定位所需要的一个回调方法 on location changed 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启动定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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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新建一个方法 star location 在这个地方呢 初始化一个地图定位 请求 在这个请求当中呢 我们设置 我们设置 请求的时间间隔 为5秒钟 ok ok 接下来 我们根据这个定位核心类 请启动它的定位功能 那么这当中有两个参数 那么第一个参数呢 也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一个定位请求 好 第二个参数呢 是我们这个地图鉴定器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已经 已经定义了 已经实现了地图鉴定器的这个借口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传一个this进来 ok 那么我们将这个star location 这个方法 放到result这个时间 当中 ok 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启动了地图定位了 那么启动地图定位之后呢 接下来的步骤呢 就是要在它的回调方法中做处理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同样是用一个输出 好 使用一个输出 来跟大家演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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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么这个地方要输出一个精度一个维度 那么精度维度藏在什么地方呢 它就在我们的这个回调的入仓当中的第一个参数 OK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 这些方法基本上跟Gob的地图是一致的 也就是咱们在学习完Gob的地图之后 切入到这个搜索地图学习当中 感觉是非常轻松的 OK咱们实现了定位回调的这个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做什么操作呢 释放地图资源 那释放地图资源在什么地方呢 同样的我们在 我们resumb事件里面 对它进行初始化 相应的我们应该在生命周期的什么方法 onstop方法 对它进行一个释放 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定义一个方法 OK remote remote 对这个地图的监听 那么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将地图资源释放出来了 OK 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呢 这个当中呢 无非呢 也就是咱们刚才讲解的这些步骤 这八个步骤 那么在理解清楚之后呢 相信大家在切入对其他地图SDK的学习 或者实用 都会非常的简单 OK 我们放到手机里面去运行一下 看一下输出的结果 好了 我们这一节课的学习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